炫耀一下我这块原本是浴巾 现在变成野餐巾 狗狗可不可爱 和这个公园太大了 我总觉得把头发扎起来就头皮 松下来又挡眼 所以买了个发菇 这样解决掉 分享几件 这两天我遇到了尴尬的囧事 而且都和饮食有关 前两天走的又热又渴 然后找了一个这边露天的餐馆坐下 要了一杯冰咖啡 在我的认知里 冰咖啡就是大杯冰块 很解渴的那种冰美食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 咱们点一个冰咖啡 头脑想象的应该是 就是夏天喝得很酣畅的这么一个饮品 结果上来的是啥 一杯意识浓缩 下一个大冰块 而且这个冰块 我觉得就是喝烈酒的那一整个冰块 我心想我可成这样了 你就给我喝这个 关键是咖啡倒进去冰块 还需要时间慢慢化 而且的话呢 也只有一点点咖啡 我渴得不行了 然后又点了一杯水 说到水 咱来说第二件事 在中国的餐馆 肯定有免费的拔开水或者茶水 在美国的餐馆 有免费的冰水 但是在欧洲 起码西班牙 起码我在这个城市 网伦西亚 这餐厅是没有免费的水的 头几次我点餐 他们有喝什么 我就说水 但上来的都是瓶装水收费的那种 然后第四次吧 我要直饮水 Aguadel grateful 就是type water 但人家说既不售卖 也不提供直饮水 就只能点菜单上有的瓶装水 免料 或者你不喝 没有任何形式的免费的水 后来几家餐馆 我得到同样的答复 之后我就不问了 因为要直饮水 要不到 还可能显得low 第三件事 我每天花半个小时 用Dolingo这个软件 学西班牙文 然后学到的果汁是 Hugo 我去餐馆的菜单上 就找果汁这个单词 就是没找着 后来我把菜单 用谷歌图片翻译之后 发现果汁叫Zumo 是另一个单词 在词典里 Hugo Zumo 翻译成中英文 都是果汁 Juice 那我深入查了一下 长的知识 Zumo是现榨果 就是水果蔬菜 或者花瓣 用挤压冷炸技术提取的 而Hugo是果汁 汁水的统称 无论你是冲条的果汁 还是就那种菜肉的汤汁 都可以叫Hugo 所以语言这个东西 还是很有意思的 任何两种语言之间 没有完全的质疑 这有一个照葡萄酒的 喜欢一个明度高的色块 背景是重色块 公园里随处都是野餐的 户外运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rchest помог家自师担心以转散 丝尽 없고 대해 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学习习习? 女子和她的母恤不想读习 这边有很多有意思的门 这个门上是雨林的机理 它上面的图案像个鸟一样 有趣 这只鸽子怎么这么肥 是的飞不动了是吧 走这么近还不怕 真的肚子好大好大 西班牙最大的两个节日是 圣诞节和复活节 复活节这里又叫 Semana Santa 圣州Holy Week 放假两个周末 加上中间一周一共有十天 有很多的仪式和游行 我去参加了Good Friday 圣葬游行 纪念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看所有人都表情凝重 从周五晚六点半开始 持续五个小时 戴尖尖帽子的是忏悔者 对我浩浩荡荡荡特别长 我都看不到尽头 那周六晚十二点 在海边有烟花庆祝 太晚了我没有去 是代表耶稣基督复活 然后星期天Easter Sunday 是最后的庆祝 氛围非常喜庆 明显感觉和Good Friday 气氛不一样 忏悔者都把帽子拿到了手上 这些拿着花的小仙女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 但他们就像街边的人群撒花 然后我接到了三只 最近也是瓦伦西亚第三十五届舞蹈轴 这边节日活动是真多 主要是现代舞 有室内的有室外的 有付费的有免费的 我去欣赏了几个 放在这里一些片段吧 大家欣赏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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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